大家好,我是Dan 大家有没有过给别人发错短信而尴尬的时候呢?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 因为发错短信而引起争议的 一位网友在网上发了一张卡通截图 要不然我告诉你叉叉老师的电话吧 你可以亲自问一下 好的,老师,死胖子从走上开始说 下午的课想要换到两点 我已经说了那个收拾老师上班前所以不行 会员,sorry,sorry,我发错了 会员真的很抱歉,心情应该不好吧 因为您之前有一点点胖的时候就来我这边运动 而且又是年纪很小的学生 所以我就以爱称这样叫您了,是我错了 现在真的非常苗条漂亮,这真的是实话 虽然现在因为我会有点不高兴 但是您现在真的非常漂亮,绝对不要误会了 真的没有不好的意思 因为很可爱,所以做了那个爱称 不过还是很抱歉 老师,哈哈,不多说了 你自己也知道不像话吧 以后对别的会员要注意一下了 虽然是一句话,但是用这么长的文章也是无法挽回的 生下的课程请全额退款 我会听老师的话,以后也会努力减肥的 希望您能顺产 好的,抱歉会员 如果以后您的心情有好转一点的话 真的想要亲自见面再道歉一次 希望您的高考能有好成绩 退款后联络我吧 多少钱多少钱 退款了 然后这位普拉提老师看到了 这位会员将这些内容已经聊天截图 上传到网上的贴文后留言 会员,我看到您的贴文了 真的很抱歉 有时间的时候给我短信也好 电话也好,能给我联络吗 但是这位网友没有回复普拉提老师 过不久,网友又收到了别的老师的短信 请问是哪位呢 您好,我是XX普拉提的B老师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决定终止与A老师的合作了 对于今天这个事件 说什么话都无法得到原谅 但是真的想要亲自见面道歉 网友没有回复 那位普拉提老师再次发了很长的道歉 赔偿等的留言 网友还是没有回复 过了两天后 普拉提学院昨天最终决定关门了 虽然知道很不要脸 但是为了B老师以后能在别的地方继续工作 希望您能原谅 因为我B老师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如果不是我 您今天应该也会跟B老师快乐的运动的 都是我毁掉了 真的很抱歉 对,因为您的一句话 毁掉了我对学院的信任 在前面不能说的话 在后面也不应该说 当然没有人不会说别人的坏话 但最起码不应该与伦次的找借口 如果快速真诚道歉的话 我应该也不会这样 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我是高中生才会这样 但是希望以后对谁做错的时候 不要找借口马上道歉 然后注册当时 我是用现金缴纳的学费 应该要直接开发票给我 所以我已经向国税局以未开发票投税举报了 对于B老师的工作 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到的地方 今天我会上传最后的整理文 然后这位网友上传了最后的整理文 我看到了在减肥30公斤的这期间 一起运动的老师的另外一面 因为太生气 所以在网上发文了 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热议 今天接到了学院倒闭的消息 我知道他们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恶贫攻击 虽然事情的开端是对我的创伤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再给两位老师伤害了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我们能对减肥的人说死胖子呢 应该就是小看购中生了 那个人发短信的另外一个老师 平时应该也叫他是死胖子 要不然怎么会发文说死胖子呢 那边的老师们应该是叫了所有会员都是死胖子 这是道歉就可以的事情吗 一看就知道是敷衍的道歉 关门关的很好 以后不要再继续做普拉提老师了 因为普拉提老师的名字旁边有爱心 所以好伤心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说实话这是需要做到这个地步的事情吗 有必要因为自己不高兴 就要让对方倒闭毁掉他们的人生吗 普拉提老师应该要被骂 但是这女的也很邪恶 公开这些事情是很好 但是已经在各个论坛发文 让他们在全国人面前丢脸 甚至还倒闭了 需要去举摸投税吗 一开始你不也是共犯 为了打折负了献金 那个老师是百分之百错了 但就这么一次的失误 有必要踩踏到 让他无法付出吗 会遭到报应的 所以大家觉得 这位网友的处理方式 是过分了呢 还是应当的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能看到爱豆们人品的动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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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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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